在日本的鼓动下参与建立满洲国的中国人,当时都做了什么? 一到两月,二十八日,奉田全省代表一千余人召开建国促进大会,为满洲国政府边,满洲建国十年史,茶叶,袁书五叶马。 二日本策划组织道关东军司令部,请愿,等蒙古上层人物和藏传佛教僧侣代表,日之事便写真帖,第二卷,第六十六页。 三,日伟强令奉天城内民众为庆祝建国促进大会,进行五龙武师表演,日之事便写真帖,第二卷,第六十三页。 四,维满洲国建国宣言,全文,维满皇宫博物院收藏,五参加建国会议的四巨头,左起,西恰,张景惠,张世义,马瞻山,东京国际情报社编,世界话报第八卷第四号满洲,上海事变号第五集,1932年四月版。 六到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十许,溥仪与郑孝须父子等人登上日见淡路完号,偷渡白河,续往东北,李文达主编,任龙人,第六十一页。 七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八日上午七十三十分,溥仪夫妇离开汤港自队翠格前往长春,维满皇宫博物院提供。 八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八日,溥仪夫妇在日本特务的监护下走出站台,别测一亿人的昭和时,依满洲事变前后。 第二百四十六页 九到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三月九日,满洲国执政就任市开罗,执政府外道路两旁站着很多满族的一老一少,东兴国际情报社编,世界话报第八卷第五号满洲,上海事变号第六集,1932年五月版。 十,溥仪夫妇由临时住所进入执政就任市现场,东兴国际情报社编,世界话报第八卷第五号满洲,上海事变号第六集。 中文字幕提供